臉帶向前看,向前看臉帶 我們今天向前看太陽花佔領立法院第16天 馬英九不管,太陽花不退,白狼登場 那這個朱老闆,你實際上是一個餐廳跟便當相關的經營業者 你從頭到尾這次是挺絕運挺到底,為什麼? 其實我們的道理很簡單,就是說立足點 目前在社會上,其實大家對台灣的政府的行財管理 跟待遇制度,事實上大部分人都很不滿 那學生他今天衝進去的那一剎那 其實他想改變的東西,或是他想發表的 不管他提出的訴求是如何 他已經替很多人,我相信替很多人發出了一點聲音 而且對許多人來講,他會有所期待 所以不管他今天他們做的是如何 因為他們是學生,那年輕人 我們大家都年輕過,所以年輕人會思慮不夠周密 那個是大家都可以了解的 那假如他們今天從我進去到現在 因為他們從一開始的時候 你從第一天就進去? 第一天就進去了,OK 那剛進去的時候,其實我的心態蠻單純的 就是說他們已經做了,而且他們不能回頭了 那他們也應該了解說他們必須承擔法律上的責任 對,貸價,我想他們都二十幾歲 他們很了解 那既然他們已經願意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這些成年人做點support 所以你就支持便當 對,我就支持 你每天送多少便當? 其實有一天大概一百五到兩百個 每天嗎?送到現在嗎? 對 那都送到場內還是場外就直接送便當? 他們在場外有五個物資中心 那你送到物資中心送便當? 對 那所以你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說 你對台灣當局不滿 是 執政不滿,藍綠不滿 簡單講你雖然不滿執政當局 你也不滿民進黨嘛,對不對?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話 我想不必要說去針對是哪一個政黨 就算跟統獨,我想大部分人其實也沒有那麼大的因素在裡面 對 其實就是純粹針對一個管理的問題 就是我們對於現在政府的不信任 對 你沒有辦法去想像說一個政府他告訴你說他要改革 事實上他是要漲價 對 改革就跟漲價是畫上等號 就油電雙漲 對 結果他說油電漲改革 對 所以 因為這一塊所以我們對於現在的 今天在裡面的學生 我是 坦白講是有點期待 沒有期待跟支持 對 那我從進去到現在 因為有很多朋友他們其實也跟進 就是我們在做的時候他們也看到了 所以事實上是有蠻多朋友在後面支持 那我們進去到現在看裡面的學生 包括在外面的 他們的所有的一切的規模 就是包括各個後勤啊,醫療啊方面的 事實上還有模有樣的 因為我們在看我會覺得說 比現在的政府 我們現在政府好太多了 對 不是還要好而已,是好太多了 那假如說由他們來管理我們現在的政府 我相信我們台灣今天不會只有這個樣子而已 所以要說有沒有對他們有沒有信心 我想 有期待有信心 其實是一種期待 那他們既然已經做了 那也會繼續下去 那我相信在這個 從3月18號那天開始 他是一個轉折 對年輕世代來講 甚至對台灣應該是一個轉折 不管將來如何 但是最起碼他已經做了一點改變 對 那你還支持嗎 他們打算死守 剛剛光晴講到T台的民調 或者蘋果日報的即時民調 漸漸的主流的聲音 開始慢慢的希望他們會離立法院 或者轉移陣地 那你還繼續支持他們繼續佔領立法院嗎 我支持 但是對於行動上來講的話 因為拖太久 什麼事情拖太久 會冰皮馬類 這是大忌 對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們自己可能要去思考 他們可能要思考 再拖下去 其實他們會 他們還要去做什麼樣子的一個行動 對 就他們的優勢逐漸的降低 那他們的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怎麼延續這一股政治的力量 對 那種熱能 OK 那這一個楊同學 你是這一次參與支持他們的同學嗎 對 你現在多大 大四 大四 你本來是大四應該快要畢業再唸書嘛 對不對 對 那你為什麼會聲援318的學運 其實因為我基本上之前就蠻關心一些社會議題的 然後這次會關注這個學運是在3月18之前 就已經在關心服貌這個議題 然後看到他們的行動 然後覺得某程度算感動吧 所以在3月19號之後就一直有去參與 嗯 然後這之間也 我覺得是一個很很棒的開始是 他也讓我們思考了很多東西 包含學生包含老師 因為我們戲上也有很多教授到場支持 嗯 你們戲是北藝大的戲劇戲 就是跟昨天那位 這一次很多藝文的學生跟老師跟導演都支持 對 嗯 這個 這個我就可以算是拿一個議題 另外一個議題拿出來呼應 就是因為之前其實我 在校內有跟另外一個位同學發起了就是校內的學運 就是學生運動 當時你們校內的議題是什麼 嗯 校內的議題就是關於機車格 嗯 就是因為學生可能有一塊 平機車的機車格 對對對 有一塊機車格的場地 那結果學校在一個有一點黑箱的情況下 就突然大家放個暑假回來 欸不見了 就不見了 那你們就抗議就對了 然後大家當然開始火大 就是欸 停車原本五分鐘就可以走到教室 不方便嘛 十五分鐘 然後位置又不夠 那當然大家醞釀到一個階段 然後某程度 就集體抗議 對就集體抗議 然後也有佔領 我們佔領了 我們佔領了行政大樓前的廣場 把機車停進廣場裡 因為他們那時候在開 就是跟代表的校 有點類似校務會議 那結果就是我們在下面抗爭 那他們校務會議 就只好趕快結束 讓我們學生 進去跟校方對談 然後當然他們的說法也跟政府非常非常的像 他說 我們事前都有召開公聽會啦 我們已經通識很多啦 但奇妙的是 公聽會接到的人 我問了大家 很少 很少 然後公聽會的內容 真的好不容易問到一個 他說欸 那天好像還沒有結論 但學校的會議紀錄 有結論 這是一件很蠻奇妙的事情 然後好 那有結論 好我們說 那起碼你告訴我們 為什麼一定非得撤離嘛 給我們一個交通安全評估報告嘛 他說他沒有請交通的 就是交通局的人來 然後他說交通評估報告 只有一句話 就是要怎麼樣怎麼樣改掉 怎麼樣怎麼樣改掉 沒有原因 只有結果 那後來你們這一群抗議的學生接受嗎 當然不接受 我們就是持續的抗爭 那當然停車只有停一天啦 因為大家畢竟 因為我們學校在山上 畢竟還是需要用到車 那之後就有後續召開了公聽會兩次 其實不是公聽會 是討論會兩次 然後就是校方會派代表出來講他們的政策 然後我們這邊主導的也會派代表出來 然後廣納同學的意見 對 那這兩項呼應就是 其實可以看到這整個權力結構 剛剛前面都還講的 權力結構的複製 對 就是上次政府 下次學校的行政體系 他們都一同複製了這個權力結構來 然後說法還一樣 對 然後講 像我們的那時候 校長就說了一句 就是學生運動是一個幼稚的行為 好 對 很像馬英九跟江一話的說法 就是這是一件蠻奇妙的事情 然後最後那一塊幣有沒有改回停車格 這就是很哀傷的事情 沒有 沒有 力量不夠 力量不夠 對 那次算抗爭結果失敗 至少中間有爭取到發言權 還有 但算是折中 是我們有開發了其他的新的停車格 OK 然後也算了解了校方的用力 學生的需求 然後學校也了解 然後現在也開始慢慢漸漸開啟的雙向溝通的管道 OK 對 好 那你為什麼這一次會挺服帽 然後今天也穿黑衣別太陽花來 對 然後這次我覺得挺服帽這個議題 有點難講的原因在於 不是每個人都是震驚出身的 對 因為本身像我念藝術 在之前都關在山上創作 對 突然有一天要面對數字 就會有點驚恐 對 那我們 可是其實這次我們思考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反服帽到底是反什麼服帽 對 反的是所有的服帽嗎 就是 所有跟其他國家的自由貿易嗎 還是反對中國的服帽 不要說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服帽 還是反黑箱 還是反黑箱的服帽 對 這是一個光譜 那到底自己的定位在哪 其實每個人不一樣 可是我昨天錄影的同學 他說他一開始反黑箱 後來他反服帽 OK 這是他的說法 對 那有一些人是反黑箱 黑箱幾乎絕對反嘛 對不對 好 可是反完黑箱之後 他覺得反中 對 那有一些人反完黑箱之後 他發現 他未必反服帽 好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是屬於哪一個 我自己也是比較傾向他的 是屬於反服帽 為什麼 其實之前 為什麼念戲劇的也反服帽 其實我們這個 我們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是 新自由主義 一降 服務貿易 或自由經濟體 這個概念 用在國家政策上 到底是正確的嗎 我們真的沒有犧牲什麼 我們常常 我們自己學生常常在講 就是 大人們 所謂的 拼經濟 到底是拼誰的經濟 對 我舉韓國 就是韓國他們其實也面臨一個 財團化 對財團化 就是畢業之後 你沒有進入財團 那你可能就是走投無路 對 所以你很大的一部分 不希望被中國大陸牽制 而那個牽制 不管是政治的或經濟的 或者是戲劇的 那所以從頭到尾 就 我講的比較貼切 就是說不管是孔中 或者不願意跟中國大陸接近 我是覺得他比 我不是瞭解 他是說 他嚴格講是反所有自由主義之下的這種各國的服貌 不是只有反中國 所以不公平的這種自由經濟 只知道知道都反 對不對 那現在只是集中在中國 這次他們看到 所以這不小心就變成孔中 變仇中 變反中 然後變成台獨 其實很多 沒有變台獨 他其實從頭到尾 是不希望被左右 我正要講是說 我也警告中國大陸 孔中不見人會變成反中 不見人會仇中 是看你們怎麼回應 第二個 台灣很多孔中甚至反中的 未必是台獨 我本身非常反中共 我也不是台獨 好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好 好